4月19日,由青年导演碧干导演的电影《路边野餐》在北京举行定档发布会,这部震惊世界影坛备受影迷关注的口碑神作终于揭开了他的神秘面纱,并首次发布了《野餐列车版海报》,正式宣布定档6月3号。 发布会上,导演碧干与观众们分享了这部一鸣惊人的处女作的拍摄历程,值得一提的是,影帝廖凡,著名导演刁易男,惊献发布会现身力挺,纷纷表示对电影《路边野餐》的喜爱,并称,该片是2016年最值得观看的口碑神作,必会给观众们带来惊喜。 我觉得不像是一个第一次拍电影的一个导演,拍出来的,有很多场景都很吸引人,非常喜欢。 他这样的电影,的确是让我想到很多文学对他的影响,诗歌对他的影响,都能在片子里面看到那种自由自在,像水一样的流动。 他这样的结构,完全是一个作者,发自内心地找到了创作的动力。 骷髅娱乐北京报道。